四個字,四個字,打氣的時候用 但同時可以令人最快修製的字句 加油? 香港加油 Bingo! 恭喜你,可以獲得一次學校幫你報警的機會 讀媒報導,位於大埔港九街坊婦女會宣方中書院 上個月向學校的長跑隊員發通告 要收回一條,引有學校英文簡稱和不恰當字樣圖案的黑色毛巾 在通告中,校方說毛巾上的圖案可能有法律風險 強烈建議學生不要用和公開展示之餘 還要儘快將相關物品交給校方處理 一條毛巾可以有法律風險 或者與上面印著香港加油的字句有關 根據讀媒報導,這條毛巾其實是學校一位前教師Gary 送給學生的離職禮物 他上年九月離職後成立跑步會和舊生年跑 到今年十月二十七號,他就向跑會學生派毛巾 但同日學校知道件事後 就立即召見相關學生 還說已經報警處理 要求他們填好回條,將毛巾交回學校 Gary 和讀媒透露 指自己知道件事後,已經立即聯絡校長解釋 還給同學生的群組訊息截圖 強調自己沒有叫人比賽時用 反而叫學生低調在家中用作紀念品 但校長一直沒有回應 另外,學校也說他沒有授權 將學校英文簡稱SFCC印在毛巾上 Gary 說跑會叫孫之有越野會 簡稱SFCC 和學校英文名字一樣 但其實學校的英文簡稱沒有申請專利 也沒有註冊商標 上網打這四粒英文字 亦不會直接找到學校的資料 認為這四粒英文字 並不代表學校,可以代表跑會 的確,上網查SFCC 頭幾個結果都不是孫方中書院 而是加落薩聖方濟國書院 相信這個結果和演算法有關 就不是Google專門置頂 學校回覆讀媒查詢 就以事件交給警方處理,不方便回應 回到這件事 學校因為一條毛巾報警 是想傳達一個什麼訊息給學生 以前學生回學校 就是學習解決問題 但近年無論大學或中學 都很流行報警 中大畢業禮又報警 中學星期禮又報警 再說,這種翻轉文字藝術 其實不是什麼驚天發現 是來自日本的文字藝術大師 野川一成的作品 擅長將漢字或日文設計到正反也有意思 作品組在2017年已經在網絡引起轟動 到18年台灣花蓮六級地震 為了和災民打氣 就設計了將台灣樓90度變加油的雙向子 而香港加油的反轉設計 就是由一位叫馬賽Q的台灣設計師操刀 免費授權使用 而在去年的渣打馬拉松比賽 大會就因為有跑手 穿了引誘這款香港加油的衣服 被大會要求換了才給參賽 當時創作團隊回復立場新聞的查詢 也有說作品的初衷 只是希望香港可以更好 不過現在連說香港加油都有風險 那就真的要老師指教怎麼說才行